毫无疑问这是以此举事瞩目的视频通话 世界几乎所有重要媒体都报道了这次中美元首视频通话 中美的官方通报和新闻稿 我一大早也看了很多遍 真是别有一番感慨 感慨今天的世界却是很不太平 很多人还挣扎在生死边缘 维护世界和平 中美确实有责任 当然也有太多挑战 更感慨今天的中国外交 风度 格局 情怀和声望 确实让世界刮目相看 外交无小事 细节很重要 至少是个值得铭记的细节 细节亦通话气氛 气氛怎么样 新华社的通稿说 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 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谈成深入交换了意见 通稿最后还有这么一句 两国元首认为此次视频通话是建设性的 七个关键字 谈成 深入 建设性 这应该都有点外交辞令 谈成是大家都不藏着掖着 深入是进行了充分讨论 建设性是着眼于解决问题 看到CNN主白宫首席记者 还记录了一个小插曲 视频通话后 拜登从他身边走过 告诉他进展顺利 总体氛围应该还可以的 细节而美国的小心思 大家都在哪里通话呢 中国领导人仍旧在人民大会堂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 但这次是白宫战情室 美方的这个地点选择显然是别有用意的 之所以在战情室 看外电的解释是 通常美国总统在这里只会最危险的行动 以及最艰苦的谈判 一个大背景就是乌克兰的冲突 中美这次视频通话最主要的话题 一个是俄乌冲突 另一个是台湾问题 美国人最想谈的肯定是前一个 选择战情室也可看出美国的小心思 细节三 中国不愿看到 世界关注着中方的表态 就乌克兰局势 拜登介绍了美方的立场 表示愿同中方沟通 防止事态升级 中国领导人说了这两句话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 是中方不愿看到的 中方历来主张和平 反对战争 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请注意 中方不愿看到 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应该也是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日前在华盛顿邮报上的署名文章所说的 有人散布虚假信息 称中方事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之情 并要求俄方在北京冬奥会后再动手 也有谣言称 俄方要求中方提供军事援助 我愿负责任地告诉各位 所谓中方事先知情 默许 纵容等说法 完全是虚假信息 意在推卸责任 抹黑中国 在乌克兰有六千多名中国公民生活学习 中国是俄 乌最大贸易伙伴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 俄乌发生冲突与中方没有半点好处 中方不可能在知情情况下不予劝阻 就是驳吃一些人对中国的抹黑 我看到一些乌克兰媒体也报道了这次中美通话 并说中国领导人告诉拜登 这场冲突不符合中国利益 这肯定是事实 这样的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真是一场悲剧 国家关系真不能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 细节似受罪的是老百姓 不用回避 在视频通话前后 美方官员不断放话对中国各种施压 声称如果中国对俄罗斯进行支持 美国将对中国如何如何 中方怎么回应 中国领导人对拜登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十分困难了 既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又要保经济保民生 作为大国领导人 我们要考虑妥善解决全球热点问题 更要考虑全球稳定和几十亿人民的生产生活 实施全方位 无差别制裁 受罪的还是老百姓 如果进一步升级 还会引发全球经贸 金融 能源 粮食 产业链 供应链等发生严重危机 持本已困难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段话特别发自肺腑 特别感人置身 特别发人身心 尤其是那句受罪的还是老百姓 意思也是很清楚的 全球热点问题自然要妥善解决 但更要考虑全球稳定 还有几十亿人民的生产生活 不管怎样制裁 各国领导人一般都会无恙 但受罪的真的是老百姓 什么是情怀 这就是一个大国领袖的情怀 当然还有预见和警告 如果这样进一步升级 那结果必然是全球供应链的严重危机 那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细节五怎么办 中国领导人引用了两句中国老话 一句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另一句是解铃喊虚细铃人 很形象也很妥贴 不知道拜登听懂了没有 中国领导人继续说 关键是当时方要展现政治意愿 主演当下 面向未来 找到妥善解决办法 其他方面可以也应当为此创造条件 当务之急是继续对话谈判 避免拼命伤亡 防止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早日停火指战 长久之道在与大国相互尊重 并且冷战思维 不搞阵营对抗 逐步构建均衡 有效 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治标还要治本 标本截至才会有长远和平 其中大国相互尊重 并且冷战思维 不搞阵营对抗 应该也是有所指的 不知道拜登听懂了没有 细节六 中国在尽力 俄乌冲突后 很多国家领导人积极斡旋 比如一场忙碌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 来回奔走的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 还有和俄乌关系都不错的 土耳其总统安尔多安 但我们也看到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伯雷利公开表示 欧美军无法充当 俄乌冲突的调停人 只有中方能做到 中国必须发挥作用 这种评价中国的话语 之前确实非常罕见 感觉既是在跨中国 也是在给中国施加压力 欧美就不自己想想 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到 但其实中国确实在努力 中国领导人就告诉拜登 中国一直在为和平尽力 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作为具体行动 中方已经提出 关于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 六点倡议 愿向乌克兰和受影响的 其他国家 进一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各方应该共同支持 俄乌对话谈判 谈出结果 谈出和平 美国和北约也应该 同俄罗斯开展对话 解开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 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 这需要大家一块行动 都支持俄乌对话谈判 包括美国和北约 你们也应该和俄罗斯谈判 解开症结 细节 欺拜登的承诺 看新华社通稿 有一段是拜登明确承诺 而且直接适用 第一人称叙述 我愿重申 美国不寻求 同中国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 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愿同中方 坦诚对话 加强合作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有效管控好竞争和分歧 推动美中关系 稳定发展 中国领导人则回应 总统先生刚才又重申 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 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对于你的这些表态 我是十分重视的 把拜登的话 基本又重复了一遍 而且还说 总统先生刚才又重申 最后又说 对于你的这些表态 我是十分重视的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美国的承诺 我们听了不止一遍 但美国说话要算数 这次视频通话 全世界高度关注 与上次一样 这一系列细节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是大担当 什么是大格局 什么是大情怀 当然还有 折冲尊足的外交风云 和人格魅力 今天的中国 确实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是不是 就是 世界上竟然 闻一阵队 黑 genre 混费 你 以致